接着人现在的位置 就在花莲复里的稻田艺术季 可以看到我现在现场都还是下雨 一阵一阵的 但在我身后这些装置艺术 他们都是因为经过这两天的大雨 因此有了一些泡水的状况 像是我旁边这一只大猩猩 就是因为它的基底 现在都已经积水了 就民众笑说 再配上它这个姿势 仿佛像是一只猩猩 再有仰视一样 而是另外在它后面 还有另外一只章鱼 可以看到这个章鱼 也是基底泡水的状况 民众也表示说 这个章鱼的章鱼池终于游水了 否则前几天大太阳的时候 看到它都觉得 它已经快要干枯而死了 再加上这一次的胡闹敏城 就叫做东世界之海底迷宗 因此他们也表示说 相当的符合主题 那现在这个园区也希望说 因为台风还没有远离 所以建议大家都还是站在旁边观看 就好不要再进到园区里头 以免是会发生了这个危险 那现在这个中台杜苏瑞 它的方向是一路往北北西的方向移动 它现在的暴风却是笼罩着 嘉义以南的地区 所以南部的朋友 一定要做好这个防灾的准备 那至于花莲还有台东 都还是要延防 这个会有间歇性的降雨 还有强阵风 山居的朋友更要注意 可能会有超大豪雨 以上是文章的清醒 时间镜头 交换谱内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